首先我們來關心 凱密颱風造成嚴重的災情 根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最新的統計 目前全臺已有七死 一人失蹤 七百八十五人受傷 首先來看高雄 這一次治災性的降雨 美農區中正路 第一挖處淹水 一度超過一公尺 今天整排的店家都忙著清掃 而田療區的水 雖然已經退去 但是卻流下了大量的淤泥 總統賴清德上午 親自到美農勘災 並且宣布要提高 全臺淹水的補助 淹水五十公分以上 每一戶補助兩萬元 整條馬路全變水路 店裡也被滾滾黃水灌入 這是二十五號第一時間 美農溪暴漲潰堤後 积水到成人腳踝的狀況 但整條中正路造低挖處 一度超過成人腰部 美農區中正路是當地的市區 不過昨天因為溪水暴漲 整個溪水往上 是溢流到了這條路上 有許多的店家 水深至少最深到成人的腰部 一早是沒有辦法做生意 要趕忙清理家園 從前一天清到早上 居民忙著將泡水的家具垃圾往外丟 由柴券行洗了好幾遍 還是洗不掉黃泥水 光瓦卡柴券卡全泡水 也有便利商店貨架 冰櫃東倒西歪 物品散落一地 連行走都困難 高雄大淹水也讓總統賴清德 一早來到美農區視察 第一站先看美農橋 因為溪水暴漲 讓當地積水超過成人腰部 看完排水設施緊接著前往果園了解農損情況 但不只美農 道路上留下大量淤泥 填料越世界及小滾水一帶 水淹最高達半層樓高 二十六號水退後 民眾手動拉起住家鐵門 準備清理家園 因為住家內的淤泥也有六七公分身 凱米颱風重創高雄多區 總統指出這次累積雨量超過莫拉克颱風 對於哪個縣市都是負擔 又碰上年度大潮造成淹水 政府會持續檢討防洪治水設施 而除了中央加碼補助淹水受災戶 高市府也表示會依淹水高度及中低收等身份別 補助受災戶五千到一萬五千元不等金額 泡水汽機車也分別可申請兩千或兩萬元未住金 希望能幫助民眾儘快恢復正常生活 記者高雄報導